第14题 水滴头和火焰头挑战陶侃搬砖关卡 两人先抽搬砖的工具 利用工具在5分钟内将砖头搬到指定地点 终点的砖头数目越多者获胜 运气很好的水滴头抽到了推车 而火焰头抽到的是徒手搬运 请问两人在移动过程中 砖开已在推车中或手中且无上下晃动 请问哪个人是徒劳无功的 那我们的做工呢是要力量成位移 可是呢力量跟位移之间必须互相平行 我们的水滴头呢 他们的重推车所以湿力呢是水平方向 位移呢也是水平方向 他有湿力有位移同时呢有平行 所以水滴头呢是有做工的 而我们的火焰头徒手搬砖 那我的湿力是向上 我的位移呢是水平的 虽然有湿力也有位移 可是呢水利根源是互相垂直 所以呢他并没有做工 所以第十四题问我们说 请问哪个人是徒劳无功的 我们答案选的是B 火焰头 位队砖块做工